大家好我是現實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死亡細胞又迎來了最新的遊戲更新2.9版本,破除壁壘 本次更新主要是為了讓新玩家、苦手玩家能更愉快地享受遊戲而加入的輔助功能 輔助模式包括了眾多自定義內容 顯示全地圖、自動攻擊、制定敵人的血量、傷害等等 顯示地圖 直接把地圖資訊全開啟,省了找卷軸的時間 自動攻擊 旁邊有敵人,拿進戰武器不用按攻擊鍵就會攻擊 用來保護按鍵不錯用,但沒按攻擊就感覺不像動作遊戲了 破壞門 感覺細胞人身上有一道很強的氣流,瞬間把門衝破 簡單的招架 開啟可以更容易盾反,取盾忽然變成慢動作了 隨便斷擋都能盾反,新手不用刻意練盾反的好用 可以讓地圖上的陷阱行動變慢,這個在挑戰防滿實用的 可以讓地圖上的陷阱行動變慢,這個在挑戰防滿實用的 感覺其他陷阱沒有變慢,如果陷阱傷害太高也可以調低 陷阱攻擊力減少,最低只能射為20% 減少一個招架 降低敵人的攻擊力減少,最低也是降低20% GALP 超多減少的攻擊力減少,多下牛 Nico 降低敵人的體力,最低降為剩20%血量。 每個敵人都好像殘血一樣。 允許重複死亡。 就是讓你死後不會從0開始,可選1、3、7或無限次數。 新增輪廓線。 自己、敵人都可以做設定,也可以選擇線的顏色。 敵人輪廓線。 敵人輪廓線。 秘密輪廓線。 隱藏的牆壁、地板、挑戰防都能控出來。 其他的輪廓線。 只是看著開心沒有比這個更加實用了。 屬性顯示設置。 武器藍下方會顯示該武器的屬性。 設置字體大小。 武器名字。 說明文字大小。 還有對話大小。 按住跳躍劍會連續二段跳,意義不明的選項設置 簡單說明,還不用按住就能一直遲鈍狀態 卻再按一次才會取消遲鈍,不然會無法移動,不影響得檔 翻滾冷卻提醒,我強烈懷疑這是來湊版面的 翻一下身上閃一下閃的也不明顯,真想知道這是設計給哪些族群使用 把敵人攻擊的驚嘆號變大,變大後還挺搞笑的,有惡搞意味 武器裝備來設置 武器裝備來設置 翻譯抬頭顯示器有點好笑 第一個可以調整背包的透明度,調到最低背包直接消失 第二個調整整個欄位的透明度,調到最低畫面蠻乾淨的 第三個自定義欄位大小 並重建鏡質的,選擇 調到最低畫面蠻乾淨的,調到最低畫面蠻乾淨的 我看不見了 妳喔,我看不見了 不做為拔她們的大的抹慮 鮑魚蠻乾淨獾 怪獲得柔刷 全面衣滯 計畫面蠻乾淨祭